我们宁散人处于秦岭深山 几乎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养得有风 我叫周世红来自宁散县 四母地震的贫困村 严家贫村 是一个90后的职业农民 我从16岁开始就在我们县里的宾馆做服务员 我还是很渴望上大学的 复杂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我爸爸就已经生病了 到了十岁 家里还欠了外债 我爸爸走了以后我就有困难 我想着找大家帮帮忙 很多人都生怕我们借了钱不给他们还 离我们远远的 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弟弟比较小 我是必须要做出牺牲的 如果我不赚钱的话 我们这个家就会倒下 那就真正地成了别人当中 就是千年的黄筒终于就散了枯 不希望别人这样说我的家庭 当时就没办法再上了 带着我弟弟进到县城 然后我就在宾馆打工 2011年的时候中央七台看到一个女同志做养风的事情 我看她做得挺好的 就开始想着养风试一试 2011年的时候我就自己在山上招了一些野风 做起了我自己的养风试验 2015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就达到1020箱的规模 2016年开春的时候刚过完年 我的风就是枕像枕像的全部死了 去检测之后才发现是一个断食病麻痹病 所有的家里我的青春都砸在这个风产业里面 当时真的很想放弃 亲戚朋友都劝我让我补给尽再试一试 然后老公也支持我 又开始引进风群引进风具 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合作 来给我们做这个风产业的指导 虽然它叫农业产业 但是我还是要科学养风 科学发展 肯定我们这个产业会走的时间更久更长 自己开始养风的时候 没钱去招工人 也没有钱请技术员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弄 一天最多都可以做到50个风箱 好多男同志都一天订不了50来个风箱 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做过农活 也没做过家务 爸爸在的时候求是我是蛮享福的 从小就在农村生活 我对我的家乡是特别有感情的 其实我合作社的秘密就是 我老家这个地方叫李子沟 农村有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去挖掘 很多的土专家是没有被大家发现的 技术原料开宾也是我和我老公 在下乡的途中 看到他在招风 发现他其实养风技术蛮好的 跟他在一起交流就发现他的家庭 跟我真的很相似 母亲也是农养人 已经70多岁了 我们这个村里都有养风的习惯 从古代就有 最早我上学的时候 要靠爷爷卖蜂蜜 交学费供我们上学 我一看到风箱就想起了我爷爷 虽然我自己感觉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但是我对家庭来说是很愧疚的 尤其是陪儿子的时间更少 他也能理解我 很黏我的 他说我知道慢慢挣钱 我就能上好的学校了 从开始养风吧 基本上就很少逛街 逛的最多的就是菜市场 我现在已经和30多户养风大户合作 整个带动了贫困户是72户 让我感到最为自豪的就是 妇女在我合作上占比51% 其实经历这些年 所有的困难与煎熬过来 我现在觉得很幸福 如果没有曾经 大家对我的打击瞧不起 不幸运的话 我就没有那么坚强 我也不会自己来创业 社会这一门大学 是永远学不完的 我并不后悔 我没有上到大学 我不是这么松的 我没在过去 我没有带嗯 我没在大学 我可以点儿子 我很多以前还没它